Hello 歡迎回到一家在大阪的頻道 我是阿燕 我是阿輝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到這個田烤漁港招市 這是逢一個星期日會游的漁市場 為何我們來介紹這個漁市場呢 因為其實這裡是在大家熟悉的臨空城外面 開車過來只是三分鐘而已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這個景點 我們現在就帶大家去浴市場 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做早餐 下午我們就已經訂了位吃這個蠔放題 是九十分鐘又不吃的 大家在看影片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還有要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 大家訂閱了 那就Let's go 田烤漁港招市 就位於臨空城Cremium Outlet 3分鐘的車程 去到這個招市 它就會有免費的泊車給大家 如果不是開車 其實坐電車南海本線去到吉健之里站 下車行12分鐘就會到這個招市 那這個招市呢 就是每個星期天的早上7點 就去到12點的 那所以大家要來這個招市呢 就要看看時間啦 這裏有韓式的蜘蛛燒餅 新鮮魷魚放進去嘛 新鮮魷魚放進去嘛 這裏有韓式的蜘蛛燒餅 好似好好吃 好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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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大條魚才是800日圓 拿回去蒸就正 這些是貴釣的 這些是鯛魚來的 鯛魚就三千四千左右 剛剛那條不知道是什麼魚呢 800日圓就好大條 走進來呢 這裏有很多桌 大概 1 2 3 4 4張長桌 應該每張桌坐到 6個人左右 8個人都可以 那就可以給大家吃東西 不過都已經坐滿了 有很多人都是要站在這裡吃 我們都是站在這裡吃的 我們看到這個本來1200日圓一份 蝦 它現在1000日圓 好像就這樣SASIMI吃 立刻忍不住買 媽媽就吃了 媽媽就吃了CHIJIMI 我就開始吃 好甜啊 這裏1000日圓 不是6隻 原來是8隻 8隻 1,800日圓 超值得 你可以在鏡頭面前吃 對 對 對 好甜 很甜 1,000日圓 我們繼續吃吧 待會有什麼好東西吃 再拍給大家看 可惜了 一隻有錢 你們要除8 姐姐這個你的 8 1,800日圓 1,4,2 至8 6 5 5 1 2 我一會介紹食蠔的位置 給他們加工 當然要收回加工費 魚市場對面 有些公園給小朋友玩 離開如果小朋友年齡層對的話 那就不要浪費了 你說很大不是很大的 有個滑滑梯 那邊有些琴琴架 還有遠一點 鏡頭可能看不到 遠一點就有千秋 很開心玩千秋 哇有沙錢啊 說不大不大 其實也有很多東西玩 這裡做個攀石場可以被人玩 兩個很快 好了我們剛剛去了登記 是給錢和告訴他們 我們預約了 我們應該是12號桌 我們大人是2970元一個 姐姐和弟弟還是小學生 1485元 我們現在還有10分鐘 看看進去運位 是不是可以坐 你好 她一來就幫我們已經預備好了 剛剛按了倒數計時器 就要倒數13分鐘 這日對來就聞到很香的 很鮮甜的蠔味 我期待待會吃的蒸蠔 哇看到別人呢 我們早就知道可以帶自己的調味料 我看到別人帶了很多營料 又有粉啊 又有醬啊 超厲害的 我們就什麼都沒有 咦這裡 因為這裡呢 它是有 一支醬油給我們 我們覺得 其實我們吃回它的鮮味 加一點點醬油已經很好 因為不是生吃 所以就 它本身有一支醬油 但是如果大家想 加點辣椒粉 各樣 你可以自己帶來的 還有這裡呢 只有水給大家喝的 就可以 你在外面那些機 按機 就 買東西喝 帶進來 這裡會提供勞工手套 還有一個開蠔的開蠔刀 有濕紙巾 好期待啊 還有七分鐘而已 它這裡除了吃蠔 它還有帶飲品 它另外還有一些單品的炸菜 有蠔飯 有海大湯 另外還有其他炸物 原來後面這裡 這裡才是入口 那些加工食物 就可以在這邊 這樣拿進去 原來是未生的 加工食物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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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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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吃飽 吃完這個蠔放提 90分鐘 好 滿足 好滿足 還有很多位置是很值得一讚的 我先說一下 我們一坐下來 其實你見到我們走進去之後 它就立即準備好一些蠔 然後就馬上倒進蒸爐的位置幫我們蒸 它一開始就做了三桶給我們 接著我們差不多吃到尾聲的時候 它就馬上過來幫我們補充 我們因為怕真的吃不完 我們就跟它說 我們就要兩桶就夠了 它就倒了兩桶下去 它就令到我們這個動作 我覺得 你知道 食況是有限時 所有人都會想爭取時間 它這個動作令我覺得 其實它不會說你九十分鐘就慢慢吃 你叫我才過來幫你補充 我覺得挺好 而且真的很飽 它這裡的質素都挺不錯 我覺得真的很好吃 是比起我們來到日本之後 吃火鍋有時都會去買那些桶蠔 已經覺得很鮮甜 我們剛剛走過 看到這裡魚港 在外面布鑊園的那些蠔 就放在那裡 不斷在沖水 我們就是在吃最新鮮的拿回來的 然後每一隻都很飽滿 超清甜 我們剛剛也有說 別人拿了很多醬 最初也是用柚子醋 或是醬油的調味 然後發現吃到第二次 完全不用 就這樣吃 已經吃到海水味 蠔的鮮味 是一點點腥味都沒有 沒有 真的沒有 絕對這裡是五性推介 一定一定要來試蠔 這個魚市場是絕對值得放入你們的行程之一 因為魚市場只有星期日 早上才有 你們聽行程的時候 可能是早上就過了你先走 因為12點就真的關掉了 不能買了 可能當在這邊吃早餐 午餐 然後再回到林空城那邊逛街 就當時便是要互相乘到車 可能你未必只出現大板的時候 只是 fidger 週人 我們也覺得時間來的人 確認為即便可 還有要想一下 價錢 Limited 大人的2千9K 那些蠔的價錢不是這價 絕對超過性價 不過難得吃得到購蛋 也當然不容易 因為我們進來 在門口看到她說 受付中 以為可以立即預約 其實我們進去 她已經跟我們說 敷了 我們在2月中打來 她因為網頁不能預約 一定要打電話 打來預約 我們四個人已經排到 今天是3月2日 所以如果大家要來吃 要不就要在香港託朋友 打電話來幫你預約 或者 你第一天下機 就在酒店叫酒店的人 看看可不可以幫你預約 或者你自己 如果懂少少日文的 你也可以打來預約 真的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預約到這個號 因為真的很值得來試 真是真心推介 好了 這個號的放題 和預示牆一樣 都是星期日限定 我們今天這個是3月1日 她說到3月底 我們這次推出之後 希望大家都有機會可以來試 如果平時沒有蠔放題 她是有限定套餐的 而且如果你本身不是太好蠔 你都不一定要吃過放題 其實你來 她有一些是1000日圓一套 裡面其實都有十幾隻蠔 你可以1000日圓 試一下這個蒸蠔 我也覺得是很值得的 因為炸蠔很好吃 而且她買了海鮮 在魚市場 可以拿到餐廳 幫你加熱 我們剛才也拍了 你就要問她 她是按人頭收費的 沒有記錯 你們自己就要衡量 想吃Z 還是自己買東西 進來吃 因為魚市場 我們剛才認了 其實如果你吃一些生食的東西 或者不想加熱生食的東西 那邊都有桌子可以吃的 好了 我們這條影片就來到這裡差不多了 今天介紹了這個 少人知道的魚市場 希望大家可以不用再去黑門市場 或者沒那麼早起來去木津排隊 可以來這裡看看 大家記住CLSS comment like share subscribe 好啦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還要訂閱我們IG